頂尊受重創的李啟宜 目前仍然在醫院ICU 另一位張子豐已經出院 Facebook專頁 九姦子女校長媽媽後監 今天早上表示報道有五度成分 女校長剛在社交網貼出 帶張子豐家屬 交代阿豐最新情況的影片 女校長先澄清阿豐 並非之前報道所指 已經輕傷出院 極細願願繼續留意 她都提到阿豐送院多晚 排了很長時間做了很多檢測 至零十四五點才上到房已經很累 家人都不能夠在醫院陪伴太長時間 女校長也看到阿豐受傷都黑 是見不到屏幕當下 但發現阿豐被巨屏幕擊中的時候 一度想推開屏幕 但推不到 就被巨屏幕擊中頭部 醫支力強的她沒有被撞云 但被巨屏幕壓倒盆骨 和大腿內外側 腳趾翼爆開 手指和身體其他部位也有問題 頭部照過掃描之後 醫生表示會有手尾 需要做很多復勤 女校長有解釋出事之後 阿豐太太和家人未有現身交代 是因為情緒波動和不時辭靈 但亦都播出阿豐太太 解釋事發經過的錄音 當時的情況就是 那塊LED下來 其實她本身在上面 準備之後 她看不到的 她在她的位置完全看不到的 還有如果有看片 會看到她是轉轉後面 她準備走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東西倒下來 然後她就想立即上前幫她的同事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照片 是她推著那塊LED板的 但是她推著 她當時感覺到自己的大力 但是那塊東西都會倒下來 始終太重了 然後你看到那張照片 應該是在那個LED底底 但為什麼之後的照片會在LED的比較角位 是因為她推著之後 一直借力 自己都 舊姜子 爬出了一點點 然後就有同事 再搬起那塊LED板 然後她就馬上 因為那一刻還有意識 所以她就馬上 爬出來 然後去到最邊的位置 看到她同事沒事 她才放鬆 趴下來 因為她那時候 真的都暈倒了